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样样都好 你跟我都有可能常常出去国外旅游 第三 按时长期来讲 美国的出口 因着美金的强势会节节的出口 赚不到钱 因而放缓 所以美金强势的时代 全世界货币贬值 当然 美国短期股市造好 中长期外销就变得非常的越来越担保 赚不到世界的钱 一刀两刃 一条街 两面 都是一样受到影响 所以 当美金强势的时候 各个国家要准备 包括美国的制造业也要准备 所以 当工作回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强而有力的中长期竞争力呢 你跟我都要处处着想 多想两次 智慧人的话语 过年期间 记得 圣诞期间的假期是至高至上 荣耀归给上帝 但是 地上的平安 赏识给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你跟我 都享受到这过节的平安 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 也与美国跟全世界你亲爱的人同在 我们下期见